欢迎大家收看今日6度中国版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将斯里兰卡置于债务困境中 阻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 在华为芯片之后 中国下一个半导体突破将更加困难 关键的台湾科技公司正在帮助华为 在中国建设芯片工厂 这是巨大的机会 日本指望中国黄金周带来消费增长 可能改变全球贸易流动的欧洲税收 等等 请大家收看 中国将斯里兰卡置于债务困境中 阻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 日经亚洲 斯里兰卡未能从中国获得债务减免 导致该国无法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提供的30亿美元援助计划下所需的资金 IMF最近因斯里兰卡在重组外债方面进展缓慢 而拒绝向其提供第二笔3.3亿美元的援助 IMF要求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双边债权人 获得融资保证作为援助的条件 预计斯里兰卡总统 Rano Wickramasinger将于10月中旬访问中国 讨论债务减免问题 然而中国被指责在斯里兰卡的债务问题上拖延时间 中国是最后一个向斯里兰卡提供融资保证的双边债权人 但拒绝加入一个旨在起草外债重组框架的 斯里兰卡双边债权人委员会 中国对斯里兰卡的重组努力的回应 引发了对其动机的质疑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战略举动 而不是财务举措 斯里兰卡于2022年5月违约 成为本世纪首个违约的亚洲中低收入国家 在华为芯片之后 中国下一个半导体突破将更加困难 南华早报 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 已经开发出一款 使用由中芯国际半导体制造公司SMIC 制造的7纳米芯片的5G智能手机 该芯片是使用身子外 DUV光刻机制造的 然而 自2019年以来 美国的贸易制裁 限制了中国使用更先进的 集子外EUV光刻机 行业内人士表示 缺乏光刻系统阻碍了 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 并表示需要数年时间 才能在国内生产这种设备 关键的台湾科技公司 正在帮助华为 在中国建设芯片工厂 彭博社 这是巨大的机会 日本指望中国黄金周 带来消费增长 南华早报 随着中国游客返日 日本的旅游和零售行业 正准备迎接一个提振 这将是自北京放宽 出境旅游团队旅行限制以来的 第一个长假季节 日本预计将迎来大量中国游客 尽管人数和游客消费 不会立即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百货商店预计将从 中国游客的回归中 受益最多 其次是时尚和药店 可能改变全球贸易流动的 欧洲税收 悉尼先驱晨报 欧盟的碳边境调整机制 CBAM于周日生效 该机制旨在对碳密集型 进口商品征税 CBAM通过确保欧洲的 碳密集型产业 不受来自碳价格较低 或无碳价格的国家的 廉价进口商品的不利影响 来补充欧盟的 排放交易体系 ETS 最初 CBAM仅适用于 最碳密集的进口商品 如铝 铁和钢 水泥 化肥 电力核清 这些产品的供应商 需要提供嵌入式排放数据 或支付欧盟 ETS提供的默认数据 CBAM旨在到2030年 将欧盟的排放量减少1% 将全球其他地区的排放量 减少0.4% 中国冒着破坏经济的风险 因为共产党加强了控制力 半岛电视台 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 国内品牌 而非外国竞争对手 这是由该国消费者民族主义情绪的激增所推动的 这一趋势 在智能手机市场得到了体现 华为在中国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超过了苹果 9月份两家公司推出新机型时 这种分歧得到了凸显 华为国产智能手机引发了中国消费者的民族自豪感 与此同时 苹果在中国面临了反对声音 一些消费者指责该公司不爱国 宣传美国价值观 这种消费者民族主义不仅限于科技行业 在时尚等其他领域也有体现 涉及到中国传统服饰和日本和服的事件 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争议 中国消费者民族主义的崛起 可以归因于中国与美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 以及在这种竞争中支持国内企业的愿望 然而 这一趋势可能对中国经济和共产党产生负面影响 因为它可能会阻碍外国投资 并削弱该国的经济增长 码头看到香港零售业的最佳年份即将到来 因为销售额反弹 南华早报 据大型零售和商业地产公司九龙仓集团主席吴天海表示 香港的零售业从新冠疫情中恢复的时间比预期要长 尽管销售额有所增长 但吴天海表示 在多年的孤立和消费者支出受到干扰后 消费习惯恢复正常需要时间 他补充说 政府为振兴该行业所做的努力 如发放消费券和促进夜间经济可能不足够 今年8月 零售销售额同比增长13.7% 达到324亿港元 约41亿美元 英国外交大臣表示 对台湾的冲突将导致中国经济崩溃 悉尼先驱晨暴 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警告称 任何有关台湾的冲突都将导致中国经济崩溃 并对全球经济产生灾难性后果 克莱弗利表示 台湾海峡的动荡是关每个人的利益 而一场冲突将拖垮中国经济 并对其他经济体造成影响 他补充说 中国经济的放缓表明 他并非无所不能 也并非必然会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主导经济体 克莱弗利还表示 英国将优先考虑 与中国的安全和保护关系 而非商业关系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 首先 我们看到 中国将斯里兰卡置于债务困境中 导致该国无法获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 中国被指责 在斯里兰卡的债务问题上 拖延时间 引发了对其动机的质疑 这显示出债务问题 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中的重要性 其次 中国的半导体突破 面临更大困难 华为虽然已经开发出 使用国内制造的芯片的 5G智能手机 但由于美国的贸易制裁 限制了中国使用更先进的技术 中国的芯片产业发展受到阻碍 这表明中国在技术领域的 依赖度和自主创新的重要性 第三 台湾的科技公司 正在帮助华为建设芯片工厂 这可能加剧台湾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也引发了 对台湾公司与华为合作的合规性问题 这显示出台湾地区 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 决力中的复杂局势 接下来 中国的黄金周带来了希望 日本指望通过中国游客的消费增长来提振经济 这显示了中国在全球消费市场中的重要性 以及中国游客对日本旅游和零售行业的影响 此外 欧洲的税收政策可能改变全球贸易流动 欧盟的碳边境调整机制 旨在对碳密集型进口商品征税 这将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影响 这显示了环保和贸易之间的紧张关系 最后 中国消费者对国内品牌的偏好增加 这可能对中国经济和共产党产生负面影响 这一趋势显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竞争 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希望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 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观点和思考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有什么问题或者意见吗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